好,这个程式是用来做逻辑推论的 他怎么推,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的内容 我的 知识库里面有 B会产生A C&D会产生B 然后呢,E会产生C F会产生B 然后E是40 F也是40 OK CDG会产生Z C&D&G会产生Z 那我就建立一个 知识库的物件 然后把这一个 这一个知识库 载进去 载进去之后呢 我们做 forward training,这个是 逻辑推论的一个方法 之一 叫前向推论法 那我就 来试一下 用KBS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 我先都把它转成 都用大写表示了 然后 把它切开来 然后加入E 加入F 加入C 应该怎么讲 一开始是E和F是40 对不对 E和F是40可以推论出什么 E是不是可以推论出C 所以他推论出C是40 这是推出来的 接下来呢 F会推论出D 所以他推出D是40 他推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是 C和D 会推出B 所以他推出B是40 推出来 B又会推出A 所以他会推出A是40 所以最后呢 虽然我们真正的词词 只有E和F 最后他推出来的事实 却有 EFC DBA OK 好,这样看得懂 我们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讲程式 因为程式在这个KB里面 但是他会这样子推论 OK 好,那这是一种逻辑推论 可是你只看A,B,C,D,E,你会觉得 那这样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来 这是KB test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 这个叫KB reason KB reason 我们是用前向推论的方法 去推论 KB query 我们用后向推论 有很多种推论方式 那前向推论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事实都推出来 全部的事实 全部一次推出来 后向推论是你问的问题之后他才去推 OK 那前向推论的推法 你可以看到 像这里 我刚刚 我刚 程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是我把知识库写实在里面 对 在KB test的时候 我们只把知识库的code写实在里面 但是呢 在这个KB reason的时候 我是让他 从档案里面读进来 再去做切割 OK 那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 试一次 好 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animal 0.kb test.kb animalostrich.kb 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kb我把它打开 这是规则库啦 test.kb就是刚刚那个 只是我把它写成 知识库的 另外一个档 所以他 推出来的结果 应该跟刚刚那个 会是一样 所以我用 KB reason 好 然后呢 我去推test.kb 那出来结果就跟刚刚一样 那你会觉得 那这有什么用 我们看一下 animal 这是animal的规则 animal的规则 那 他呢 光是靠这些规则 是不会推出任何东西的 因为你要给他一些事实 他才会推出来 那我们如果 这个animal的规则 再加上一点 这是规则 再加上 会飞 生蛋 腿长 长腿 那 他会推出什么动物呢 这是 有毛的就是哺乳类嘛 会 会秘乳的就是哺乳类 有羽毛的就是鸟类 会飞又会生蛋的也是鸟类 OK 哺乳 哺乳类而且会吃肉的叫死肉类 有爪而且有利子两眼前四的也是死肉类 OK 哺乳类而且 哺乳类而且有蹄的就是有蹄类 哺乳类而且会反除的就是偶蹄类 OK 哺乳类而且吃肉而且有斑点的 那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就只有列豹 OK 哺乳类而且吃肉 而且有条纹的那就只有老虎 OK 有蹄类而且腿长 长腿而且有斑点的那就是 长顶路 有蹄类而且 而且 有条纹的那就是斑马 鸟类而且腿很长的就是鸵鸟 所以当我这样子 加入这三个事实之后呢 他到底会推出什么 我们来试一试 好我用caby reason 然后animal ostrich 然后他推论出来 一开始呢我们给他的是 未飞 生蛋 长腿也是这三个 结果他推出了 鸟类 然后推出了鸵鸟 鸵鸟不会飞 OK 对喔鸵鸟应该不会飞 这是个问题 我们在做知识库的时候 我没有考虑到鸵鸟不会飞 我们只想说 鸟类应该都会飞 所以我们说 会飞会生蛋就是鸟类 对不对 那鸵鸟照理讲不会飞 所以这里 有点问题 换一个好了 来 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 所以我们来弄个老虎好了 鸟鸟 好 那鸟鸟应该是怎样呢 看一下 呃鸟应该是 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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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鸟鸟 然后密鸟 鸟鸟就是骨鸟类 然后呢 接下来 吃肉 吃肉 调纹 好 牛毛吃肉调纹 好 我们用这 这几个当 事实 那我们来推一下 刚刚的鸟鸟例子真的是 真的是很怪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 鸟鸟不会飞 好那你看到 有毛吃肉调纹 然后它会推出哺乳类 然后再推出食肉类 因为哺乳类是 有毛就是哺乳类 然后呢 调 吃肉 吃肉加上吃肉的话 就会推出食肉类 然后呢 啊 条纹 再加上 条纹的话就是 会推出劳鸟 所以最后它有推出劳鸟 那 这个这样 这样好像也还 还不能做什么 对不对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这个叫 KAB Reason 他是进来之后呢 就 不断推论 那可是我们现在 再看这个KAB Query KAB Query KAB Query 那这个Query呢 我就有 有使用 互动式的 让你输入说 他到底是有毛外 是怎么样啊 之类的 那 这里有一个问题 顺便讲一下 刚刚我们 写那个 五子棋的时候 那个东西其实 其实也有用到输入 但是 Node 的输入有个 很不好的东西 这是我 用Node 用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 他让我最不满意的地方 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就是 因为Node的 设计里面 其实他不是为了要 在PC上面 给你一个 JavaScript的 的 执行环境 他其实不是做 想做这件事情 Node的设计里面是什么 对 他是要做 Node Blocking I.O 也就是说 他 希望你可以 不用到多执行去 然后你那些 该回忽的 就会自动回忽 然后 大家都 都用Node Blocking I.O 就 就会效率很好 OK 就是 就是他一直用回忽的方式 然后效率 会很好 所以 如果用C的Scan F 再加上这个 JavaScript里面本身 的语言 然后他们把那边的 点O档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来 可能会 比较麻烦了 因为 因为 你用C语言要再去念 连接Node 倒是有一个办法 用不同的语言 然后到时候把它兜成 不要的 那个 其实 也有人为Node 写出 Blocking I.O 的那种 类似 Scan F 之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 觉得 这种 Blocking 的方式 是不好写的话 倒是可以去下载那个 Blocking I.O 还是 酷 这次的用法 应该是 你直接加一 数据 到Knighton 过去 对对对 但是这样就得 把Web扯进来 就会 让我觉得 有点复杂 所以 我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还是用 他的 Blocking I.O 其实是有难度的 比如说C和C++本身 两个都 很容易 没有问题 对 那 我用R去扣C是很简单的 我用 Node去扣C其实也不会很难 但是你在C里面把它Block住 它就是Block住 对 他就丧失了他原本拿Blocking的 那个快速的效能 OK 那 Node其实我觉得他官方应该是还要提供一个Renline的那个 类似Scanef的版本啊 但是他就是没有啊 他就 就在这边官方没有做 所以变成 你要去 引用别的套件去做 那当然NodeBlocking I.O 是有他的 好处啦 可是 对于我们只想 呈现人工智慧的 的 那种 架构 就人工智慧的方法论的 而言的话 我觉得 把Web扯进来就 就 加深了那个学习难度 OK 所以 我们不想把它扯进来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这个 NodeBlocking I.O的方式 那这里 你就会发现他跟那个不一样 不过其实 你用习惯的也觉得还好 习惯的就是 他的 设计里面是不要blocking 所以他要先set 就是提示字眼 提示信息 然后呢 当你不叫plompt的时候 他就开始提示你说 请你输入 OK 那输入呢 他一定是以行为单位 所以就输入一行 当 一行输入完成之后 他就会触发这个 r.on line 触发r.on 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line取得 然后我把这个line呢 就 就前后的空白去掉 然后就 就变成 一个事实 我把这个事实呢 加到知识库里面 再继续去推论 每次加了新事实就重新推论一次 那他其实旧的已经存在了 他不会把旧的一直在推论 可是 可是他会 会 推出新事实 那接下来推 推完这一个之后呢 就再继续提示 请你再继续输入 OK 那一直到呢 关掉 之后就 离开 OK 所以其实 写起来 也不算太难 只是我们习惯会用why 回圈去做这件事情 只你改成 用事件的方式去做 用 用on的方式 这种事件的方式去做 这是node的设计 在这个 范例里面 他完全没有问题 他这样子执行 其实 写起来跟 用why 几乎是一样 但是在我写 吴子琪 人对电脑的那个版本里面 我发现 哎有点难写 因为 吴子琪人对电脑的时候呢 哎 line 是人下 然后接下来呢 下可能会下错 下错 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下到有人的 这时候我会丢出例外 丢出例外会打断他这个 整个 顺序啊 所以 会让你在设计的时候 做考量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以这种简单的回圈式的话 其实是还好 并不会影响太多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执行 KB Query 我用KB Query 然后呢 我 给他的知识库就只有animal 就是 现在是只有规则的部分 没有事实 好 这时候呢 他 会把所有的知识库 放进来之后呢 把规则 通通都 火系出来 然后现在的事实呢 没有 空的 对 X 空 那我就可以 可以打 假设我今天 心目中 想要 的是 有题类 不要 有毛好了 我先输入有毛 有毛 好 有毛他会推出什么呢 有毛他会推出哺乳类 对不对 所以 他推出了哺乳类 哺乳类加进来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说 那有毛 而且 吃肉 有毛吃肉的话 他会推出什么 有毛吃肉 他会推出 食肉类 OK 刚已经推出哺乳类 所以现在既是哺乳类 又是食肉类 OK 那我们再看一个 有毛吃肉 然后呢 如果是斑点的话 照理讲应该 他会推出老虎 对不对 如果是条纹 的话 哇 条纹会推出老虎 斑点会推出猎豹 那我用斑点 这个斑 有点怪 这个斑不是那个斑 此斑非比斑 它是斑点 好 那他 有毛吃肉斑点 结果呢 他推出了 烟爆 好 那这种推论法推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再继续加40 他可能会 推出 更多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再给他条纹 那他老虎也会推出来 到底是劣败还是老虎 因为 根本没有东西是符合这四个 但是你四个都是事实的话 他还是会把可能的都推出来 好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再加上斑点 调纹 好 那他把老虎也推出来 他这时候到底施力也报害老虎 因为他的 他的条件就已经过多了 那所以这种方式其实 就是 他可以让你 务动性的 那所谓专家系统往往就是这样 一个很大的分类数 不一定是数 然后呢 你根据某些线索 一个一个 给他 然后他 就会告诉你说OK那现在应该是 那这个用在哪里 比如说医生好了 自动看病系 你就给他留鼻水 然后喉咙头 然后呢 吞咽困难 那他就会告诉你 你应该是什么样的 问题 应该是什么样 这样子 只要你知识库见好 就可以 做这种事情 这样 大概了解 OK OK 那这是 知识库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我们这里的 题目 有没有 动物分类专家系统 就是这个嘛 那不一定 动物分类啊 比如说医疗诊断专家系统 你也可以做啊 就写一个自己的知识库 然后把那个 推论的方式 写进去 就可以推了 你也可以甚至不需要自己写推论引擎 因为 你可以用Prolog Prolog本身就是一个 专门用来写专家 系统的语言 那你用Prolog有一个叫 现在比较 比较受欢迎的Prolog大概是SWI Prolog 我 给各位看一下 SWI Prolog SWI Prolog 这是我觉得 现在比较 受欢迎的Prolog之一 那你可以下载下来 去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 然后 你只要 要在 程式上面写对应的规则的话 那他就 他就 去跑那个程式 他就自动推出你要的东西 那这个 这个 我记得 程式人杂志有几期 有别人写的和我写的 稍微 那这个 郭云林写的 上次我去学生积分 今年我有看到他 然后 他 写的我觉得还不错 他 这边 就是说 如果ASB的妈妈 然后 ASB的爸爸 这些 好怪 为什么又是妈妈又是爸爸 如果 这个叫Predited 这只是 表示 还没 还不是规则 规则在这里 说 如果ASB的妈妈的话 A就是 Z的 父母亲 双亲 Parent的双亲 那如果 ASB的 双亲 而且 B4 C的双亲的话 那 A就是 C的 Grand的双亲 就是 祖父母之类 那所以他就加了一些事实进去 然后就 去推出那个 讲 讲世家族的那个父子关系 然后就这样子 去推 OK 所以Prologue 其实本身就是 我们刚刚那个 写的那个程式的升级版 而且 他不是只用来做这些 因为他 基本上是一个程式言 他可以做任何 程式做得到的事 只是 他的写法真的很怪 完全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 在想事情 那这边 OK 他这样推 那你会看到 OK 他有一些函数 卡 然后 Goodle 那个大概是从 从Lisp借过来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做 做unification 之类的 这些 那我们 你看 这是 这是 是 用 Prologue来做 快速排序 他虽然是一个逻辑推论语言 但是他其实是完整能力的语言 你要他来做快速排序 是可以的 只是 他的 运作机制完全是以 逻辑推论的方式在做快速排序 所以你要 去写成这种程式的话 你的脑袋 会必须要 换掉一个语言的典型 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语言 所以 所以他的思考逻辑跟其他语言完全完全的不同 那我之前在大学学 学AI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大家都用这种 Prolog或Lisp在习 Lisp我也觉得超难 超难写 一大堆括号 然后一直在括号 然后都搞不清楚 到底 到底括号 有没有对齐 然后Prolog的问题是 他完全是逻辑推论的方式 我们的思考方式完全不是那种 我们都会用for回圈 乙符之类 他没有乙符也没有for回圈 你要怎么写那种东西 出来 真的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这个 完全是另外一种脑袋的 程式语言思考方式 你要用他 写快速排序 可以 你要用他写下棋可以 任何程式 其实他都可以 但是都不是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种 程式写法 好 这很神奇了 再 找一下 危机百科的Prolog 给各位看一下 好 危机百科的Prolog 这边 这就比较偏逻辑的推论的那种东西 对 然后呢 互相喜欢的话就是朋友 之类这样推论 那快速排序 你看这个写法 然后 一般的排序 然后呢 罗素背论你可以 写成Prolog 这个程式 应该 更多 英文版的有更多 英文版的 办例 甚至他有平行的程式 负质关系这个都还正常的逻辑 他的hello word 是这样写的 write hello word nlo 这好像正常 不算什么 奇怪 然后但是呢 看到他的快速排序就觉得很怪 再看到 他这 这些 还有都 普文明 这个 这个就是 更高阶的做 然后 这些 其实 大部分的Prolog 程式我几乎都没有办法 我很努力的看会看懂 就是说 因为我 我曾经学过这个语言 但是呢 全部忘光了 因为我从来 没办法接受的 他用逻辑推论方式 在做 想要做的任何程式 这种事情 真的 没办法接受 我们训练 所受的程式语言训练在这里完全失效 你用这个语言来思考 是完全不对 好 那 甚至他还可以做 坎派 成一种虚拟 码的方式再去执行 而且 这种虚拟码的 机器很特别 叫 Warrant Abstract Machine 这个 这种 虚拟机跟传统的虚拟机完全不一样 它是四项推论方式 四轴线的推论方式 真的很奇怪 但是 Prologue为什么没有 没有 变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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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它跟别人差太多 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 其实 还有一个缺陷 就是慢 因为那种 即使你把坎派了成 WAM的那种虚拟码 它还是很慢 但是它没有办法 你要把它坎派了成机器码 其实 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就算你坎派了成机器码之后 它还是会比SIMMINE 那所以 它里面 会有 会有 但是有一些人非常非常喜欢 Prologue 有一些人 那 目前Prologue 被用在的 用途上面 绝大部分 还是在 推论领域 比如说 修电脑专家系统 我们要修电脑专家系统 就是 你告诉他 电脑现在症状是什么 你可以用选的 或之类的 然后最后 最后他会告诉你 你该怎么修你的电脑 那从前像那个 DEC DEC 叫迪吉多 他是一家 在做中型电脑上面 之前很大的公司 那时候 为了要修 迪吉多的电脑 他就发展出那个 修电脑专家系统 然后因为很难修 所以他到最后 要写一个专家系统 来 来让人家 查询说 应该怎么修这台电脑 因为他的机型又有很多种 每种 机型又修法不太一样 OK 那这是 这是prolog 但是 不会去 要各位去 去 用这种语言来写 但是如果你会用这种语言来写 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脑袋 就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是不错 你 如果想看一个 最特别最特别 跟现在语言 都不一样的语言 其实我会推荐 就是prolog 我几乎还没有看到 即使是 现在有一些奇怪 像MLO 之类的函数式语言 或F-Sharp 之类 但是 那些语言 跟prolog 相比起来的话 那些语言还算好学的 我觉得prolog是 完全 完全跟现有语言完全不一样的一种 非常奇特的 典型 他其实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试用来做什么 试用来做自然语言处理 后来才发现 用在专家系统上面 很好用 所以他 最常被用的地方 大概就两个 自然语言处理 和专家系 OK 这是prolog 的 特点 OK 那大概 大概 今天 老师 你是不是还有程式 就是 可以让电脑 就以为电脑是真人在讲的话 对对对 那个那个 好那个我们就 就来辞行一下 那个程式其实 我现在不是用 Node写 当然也可以用Node写 但是因为我之前就是 从网页版开始写 所以我们就 就直接在看那个网页版 聊天的这个 Eliza 我来下载下来一下 其实我应该不用下载 我直接线上一个就可以 试一下 布置公开连结 好 谢谢啦 那我试一下 好,我没错,你认为我是谁 那我说 所以你好好怪,这个回答 但是有时候会这样,因为我的规则写的没有回答 但是即使写的很好的话,也有时候会有奇怪的状况 我说我妈妈骂我,她说那发生什么事 我说动物圈子都很像,我觉得还没看出来很假 所以,这很怪 非常难过的一件事 所以你女朋友不理理,我就这个回答 好,这边没有做好 啊,然后 赌博又输了 好,你可以看到她在混,因为她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 考试又没过 好,接下来 OK 看这么飄啊 不会考虑的 赌博又输了 还要 又接下来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什么 所以大概这样的,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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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切 打來這裡 這個有點美式遊樂 那啊 那啊 對 所以 美式遊樂 所以你 你會看到說 OK 這樣一個城市感覺好像有在跟你對話 但是其實他 往往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他又都是用忽言 忽隆之類的方式在跟你聊天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原始馬 原始馬其實很簡單 這些就是他的規則 如果跟他說謝謝 他就跟你說不客氣 我們來謝謝看看 其實我不記得規則寫了什麼 也要謝謝他就說不客氣 你如果說對不起什麼他就說別說抱歉 誒 字不一定要一樣 誒 為何不及 又為何不及 奇怪 我是不是 自由打個 抱歉 那抱歉 看一下 誒 另外一個 這樣 誒 這裡怪怪 看一下 應該沒錯 不過 可能他有好幾個都比對到 然後你說我想 我想 我想 他會說你為何想 然後我再舉個例子 我想 去游泳 你為何想去游泳 看看 OK 對不對 然後他說 我要 你如果說我要什麼 他就說你為何要什麼 他說 如果你問你是的話 他說你認為我是什麼 就這個信號就代表說 這句話的後面後半部 就把它舉出來用 然後 如果你說 欸 我認為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那 你為何說什麼什麼 如果說 我感覺到什麼 然後他會問你說 常有這種感覺 我感覺 很不舒 他說常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完全是規則庫的 影響 那程式怎麼寫 就是把這些 比對之後 把從後面的 解答裡面 隨機挑一個 來回答 就好 比對到之後 從後面解答裡面 隨機挑一個 來回答 就好 那開始是這樣 所以 這是 這就是那個 交談真事 其實 你 不知道的人 會覺得好神 但是知道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賴 確實是這樣 那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很 我覺得其實 往往 我對AI裡面 最欣賞的 其實是這個程式 因為他用一個非常 非常奇特的絕招 然後 就做出可以跟你對話的 系統 這真的是很神奇 你看 你會覺得說 這樣他真的有了解 什麼事情嗎 好像沒有 可是你再去想想 那個專家系統 像我們剛剛推 推那個動物的那個 他也不過是在比對而已啊 不是嗎 只不過他比對的比較細一點 他專家系統 他都會挑一個專領域 比較小的領域 他不會挑一個像這種交談式 對話系統 這樣子的 那麼大 那他這樣挑的小領域的話 你問 你不會在那個動物 動物專家系統裡面 問他說我今天心情不好 他不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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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在那個 心理醫師的系統裡面 你說我心情不好 他還真的可以幫你 回答一些東西 甚至會建議你要吃什麼藥 ok 所以 這種 東西 同樣的東西 你放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效果 那這種專家系統 我覺得 Elisa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說 他 把他放在一個 通用性領域 的專家系統 那因為太通用了 所以他就只能 鋪龍 但是如果他放在一個 特殊領域 我覺得 欸 其實這個 Elisa其實很不錯 目前是還沒有一些 相關文章 就是說 讓電腦來思考 自己要講什麼話 目前還沒有相關文章 有啦 很多啦 很多啦 各式各樣的方法 但是 但是 沒有那種很好的 不過 有一個很強的範例 是IBM 他有做了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去上一個 對答的節目 對答的節目喔 然後呢 他打敗所有的人 然後得到冠軍 那個對答的節目就像 你看那個張曉燕 或之類的那種 什麼什麼 全能智慧網之類的那種 我不知道 就是那種 問你 問你嗎 他是派電腦出去 他派那台電腦出去 然後 好像有影音辨識 所以呢 他直接問問你的時候 那台電腦會自己 從資料庫裡面查出來回答他 OK 結果 他打敗所有的人 成為冠軍 對 是不是還是有資料 對 那如果你的資料不越細 那 你的 這個能力就會越強 往往聊天 對 但是 往往這裡有一個問題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 自然語言的模擬兩可信 對 那像 那個程式啊 我覺得他可以贏的原因是 因為那種知識性的 問答節目都是 廣大的專家系統 都是 問的不會亂問 對 對 如果你亂問一通的話 反而他的表現可能就會不好 對 所以那個時候還沒有到那裡頭 好像應該是當主持人 對 或許 但是 但是如果你 照規矩來問 就是說 譬如說 明朝 有哪幾個皇帝 那個電腦打得比你快啊 明朝哪幾個皇帝 那個電腦資料庫裡面都有啊 那 那這種人就 反而贏不了他 所以在這裡其實 還有一個 像這種領域你會覺得 這個在呼嚨 另外一種領域就不是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我還沒有寫成書 我把它 放在這裡 那個東西叫什麼 Facebook 好 用 用Google 好 Facebook 那這個東西其實 所用的方法 跟剛剛的Eliza有點不一樣 不過我沒有實作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不那麼通用 他這個東西是Minsky 不 Chonsky Chonsky Chonsky很有名喔 如果你曾經 念過社會領域 你會發現 語言學 近代語言學的開山始祖 就是Chonsky 而且這個人現在還活著喔 他常常在一些反對運動名院裡 你還可以看到他 然後呢 他的中文翻譯叫 喬姆斯基 OK 那 Chonsky是 近代語言學的開山始祖 那他不只是做 那個 他還 有做程式喔 那當然可能不是他做 是他的研究生之類的做 那看到他的做法是這樣 他做了一個程式叫Baseball 就是棒球 然後這個Baseball裡面呢 放了美國的棒球比賽的 所有紀錄的資料庫 然後都放成一個 關聯式表格的那種格式 OK Relational Database的那種表格格式 欄位一個一個都有 OK 那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隨便問他棒球的問題 他幾乎都可以很好的回答你 就說他這邊問了 Where did the Red Sox play on July 10th 他說 紅話隊在7月7號的時候 在哪裡比賽 那他會把他分割成一連串的這種 藍位表 那他說 對 是紅話隊 地點 這個Base好像怪怪的 應該是 是month等於July 月份等於July day等於7號 所以 然後地點應該是問號才對 這裡打錯了 應該是問號 然後呢 他就根據這一個東西 去表格裡面查 那問號的東西就是 最後我要填回來的東西 那所以他就會填出 place會等於 等於什麼呢 7月7號 紅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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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7月7號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告訴你poster place's poster 同樣的就是說 What team won 10 games in July? 哪一隊呢 哪一隊呢 贏 在7月贏超過10次 贏10次 這應該是贏10次 哪一隊在7月贏了10次 OK 10場 那他就會分割成 然後 team winning等於問號 然後 game呢 number of等於10 game number of等於10 然後month等於July 所以你就看 month等於這都July的 game number of等於10 那 game number of等於10 欸 這裡 number of等於10 是不是這個 OK 我想應該是這裡 所以呢 是誰啊 老虎隊 OK 所以他應該會回答老虎隊 所以他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他把每一個字 他都轉換成一個欄位填充的方式 因為我知道在問棒球的時候 所謂team就一定是棒球隊 這一點幾乎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所謂resus就是指紅襪對 絕對不會是紅色的襪子 對啦 那戶呢 就是指的不是人 戶一定指的是對 哪一對 因為他裡面沒有人嘛 資料庫裡面沒有人 問題裡面也不應該有人 那除非啦 除非他如果這個表格裡面有加人的話 當然 可是他的表格沒有記錄人 好 接下來波士頓 這一個字呢 就會變成是地點是波士頓 或者是對是紅話對 因為波士頓紅話對 OK 波士頓就只有紅話對 OK 那winning就是贏的話 就是會變成一個形容詞 winning 然後the did 這些詞呢 就沒有意義 我們根本就不用管 他有打沒打 沒差 OK 那就這樣呢 我們來看他怎麼樣分析 How many games did Yankee play in July 他說 羊雞隊在7月的時候打了幾場 OK 那他的做法 他的 欸 這個輸入之後呢 他會去字典裡面查 查出這個句子裡面 在字典的所有字 然後他 一查到how many的時候呢 他就會 去 創造一個欄位叫numberof等問號 然後呢 碰到games的時候呢 他就會創造一個欄位叫games 然後呢 目前還沒有被填入 那did和the 通通都是被忽略的字 不管他 Yanky呢 就是 某一對 這個對名是羊雞 OK 對是羊雞 play沒有意義 in也沒有意義 July呢 就是1月份是7月 好 就這樣子去拆完之後 是不是變成一個一個欄位 拿這個欄位去表格裡面比對 拿這個欄位去表格裡面比對 比對 比對完之後呢 再做回答 那接下來會形成 這樣子 How many games 你的Yanky 然後他會去 去 去 變成這樣 剛剛那句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呢 從資料庫裡面取出紀錄 結果取出來有這些 那取出來紀錄有這些 你就會發現說 OK 那 7月 15號 打了一場 對不對 7月 7號也打了一場 所以他說 How many games 應該是回答 2 games 因為有兩筆紀錄 好 那這樣看起來是不是 感覺他有比較 不像 以來撒那樣子 隨便呼囉 好 這個Baseball感覺比較有了解你在講什麼 但是 這是有限制的 因為他限制在 就是這個棒球表格 我只處理這個棒球表格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用途 有哦 其實有 有些用途的 如果你最近有用過 104 查電話 你就會發現 我記得在兩年前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 104查電話還是人在接的 現在你打進去呢 他語音系統跟你回答 他不再用人 因為那個人 你知道104查電話 人的成本是很高的 對啊 他根本就是在賠錢 查一通 才兩塊錢 還幾塊錢 那現在改成語音系統 他是賺錢的 對不對 因為電腦處理 完全不用人 不過好像 現在還是可以轉接人 就是說 如果你電腦查得不到 好像還是可以轉接人 所以 是有用途的 是有用途的 那有很多 客服中心都很希望 有這樣子的神奇工具 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 你問什麼 他就自動把答案給你就好 那他就不需要 顧那一大堆的客服人員 那這個美國人很需要 那美國的這種客服產業很發達 而且呢 這是造成印度的 印度的那個客服代工發達的原因 他們都把這個客服 繞了地球半圈 然後代工到印度去 結果你 你打美國的電話 其實是在跟印度人講話 他印度人的英文 其實美國人聽起來很不順 但是他聽得懂 是有時候真的會聽不懂 他會覺得很快 可是沒辦法 因為印度人比較 這個客服代工比較便宜 所以就帶到那邊去 他美國光線網路又鋪得太多 所以繞地球半圈也不算什麼成本 對 所以就變 就形成這樣的生態 所以有很多印度人他的職業是 接美國的那個客服店 很生氣 那現在好像有些菲律賓也有做這種代工 因為菲律賓人的英文也不錯 然後價錢也還便宜 所以現在有不少這個 台灣人大概就沒辦法做這個 會英文的人還是接這個 就變成太大財小用 可是在那些英語系的殖民國家 從前是英語系的殖民國家 這個很重要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方法其實差不了太多 只是一個有對應的對象 一個太通用了 所以沒有對應的對象 那各位再想一想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 因為要提早下課 所以差不多就上到這邊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期中做完了要報告嗎 要 就是其中你做完你就把程式貼上來 然後呢 你上來執行你的程式給我看 你不一定要做報告 投影片 那 欸 因為我今天來不及 所以可能下次好 那 你不一定要做投影片 你可以直接上來講解 然後說 欸我做了什麼 我執行給你看 這樣子 那 一樣喔 所以我們會 會 會 在 Google document上面 開一個Excel表格 然後 我們讓大家 就是用 一組一組去打成績 然後最後我再去加總那個成績 啊我自己也會打一份 OK 那今天來不及喔 所以 就下禮拜 OK 好 好那先這樣子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一下特朗